最近三年来,东都决散成千上万座青震寺遭到拆毁。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25日星期五发布的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报告, 最近三年来,东都决散约有16000座青震寺遭到毁坏或严重破坏。 9月26日,中国卫教部发言人王文炳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谴责这份研究纯属造谣污蔑, 并揭露相关研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 这项研究是研究人员根据微星图片和统计模型估算做出的多种推断的结果。 研究人员认为,那些得以逃过拆除厄运的青震寺也被移除了圆顶以及宣礼塔。 最近数月来,从东都决散流传出来的照片显示, 许多青震寺被完全推倒或部分摧毁。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9月24日公布的另一份报告中认为, 东都决散约有380个拘留营地, 这些营地各死其职,规模不等, 既有在教育营,也有拘留中心,甚至监狱。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方长官加藤圣兴昨天说, 对维吾尔组等人权议题将保持担忧并持续关注。 加藤圣兴上午在戒者会中表示, 自由、人权与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 包含中国在内都应尊重此一普遍价值, 这是很重要的事。 加藤圣兴说,对于维吾尔组等人权是否收到尊重, 将保持担忧并持续关注。 另外,中国外长王毅下个月将访问日本, 与外务大臣茂姆敏充会谈, 对此加藤圣兴说, 希望借此机会向中国表达日本所有的立场。 中国不当拘禁许多维吾尔人, 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声浪中,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仍在东都绝残统计政策的重要会议中, 表达要彻底管制思想与宗教的方针。 中共中央第三次所谓新疆工作座谈会25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出席时要求处劳中华民族共同体议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顾西方国家的谴责, 称其在东都绝残的政策取得了完全正确的成功, 并誓言要做出更多努力, 将中国民族身份感根治维吾尔和其他以慕斯林手术族群为主的人群的心灵深处。 习近平讲话发表的这周, 中国在东都绝残安全战略的巨大代价曝光, 中国在东都绝残安全战略的巨大代价曝光, 对于拘禁300万或更多穆斯林群体的政治教化营和拘留场所, 国际社会的愤怒也在持续。 中美恶交之下, 香港成为两国角力的舞台, 中国限制美国驻港人员的活动。 香港南华早报周日引述消息报道, 美国驻港外交人员会见香港官员、政党人士、教育机构等, 需获得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批准。 此举是中国针对美国限制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报复行动。 中国外交部规定,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 其继任者或其代表, 在访问任何中国地方政府设施或机构人员之前, 需事先取得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核准。 限制范围内包含官方、私人、社交及世行会议, 以及与任何中国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社团及其所属人员的会面。 美国国务院9月3日宣布, 中国驻美人员访问当地官员或校园需事先获得许可, 包含在使馆或领馆以外的地点, 主办超过50人的文化活动。 美国一名法官27日晚间决定发布凝视命令, 阻止美国商务部的TikTok禁令生效。 美国华盛顿一名法官9月27日发布凝视命令, 阻挡原定于9月27日11点59分生效的TikTok禁令。 这代表TikTok将暂时不会被苹果与谷歌从APP商店下架。 此前,美国司法部称法院若颁布凝视命令, 准许美国人继续下载TikTok, 相当于干预美国总统的国安决策, 也可能影响到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核TikTok交易案的相关事宜。 美国政府曾对TikTok提出国安疑虑, 担心他会搜集美国用户的个人资讯, 甚至交给中国政府。